台中最愛國小老師生親學童 看事拍了三年 早起家長和林本基金會選管 做回到台中市議會 和台中市長黑志強來抗議 要求台中市政府對國部的案放棄上訴 面對家長 台中市長黑志強頭一次表達到欠 也表示願意和解 不過沒有聽到市政府要貼回國部的上訴 也讓政司機動的家長和黑志強又再玩起來 市長 放棄上訴 反過孩子 政司機動的家長看到台中市長黑志強 就做回外國 要向市長來土耕道 對台中市政府不放棄 還不想上訴這個案 他們說這是對上安國小協老師 信心的合同和家長 又一次會上罪 你們感覺到很抱歉 很對不起 這樣子 三年了 我一直聽到 你說我們說對不起 對 但是就告訴他們 我們能夠和解就和解 因為打下去有一個輸贏 對不起 我講很難聽 萬一我們贏 連要賠錢都不能賠 原來黑志強第一次表達 他很保險 家長靠了 但是他和他的說法沒辦法接受 黑志強也變得很強 沒辦法再跟家長來講話 你告 我們就要 他們沒逼我們告的 國賠一定要先協商的 協商破裂才會提告 你一定告 你告了我們只有走法律程序 我們市長說他沒有說過法 你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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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國賠家的臉不是放棄國賠的上層 講到以外是沒辦法來生長 家長也沒辦法來接受 因為這三年來 幾乎上安國小謝老師 性侵的學童 以及他們家長 一路走過來 他們的胸跟他們的痛 以外是沉沉印在他們的生活 但是我的孩子 他現在官司沒有結束 他不願意接受治療 因為他覺得 他不忍心看到我們父母親這樣 他認為這是政府應該照顧他的 如果政府不照顧我 我就不接受治療 這樣對嗎 他們會覺得說 政府應該是保護我們的 怎麼會一直在跟我們對抗呢 為什麼不能夠為他們生長證明呢 謝老師 性侵學童這個案 台中的地方歡迎拍拖 學校應該的國家保障 死命受害者兩千多萬 保障還在女性的保障 裡面在照顧 但是沒有結果 保護的小孩沒有願意接受治療到富度 台中希望台中市政府 可以比較發展到台北灣 放棄國保障 讓這個事情快點來結束 現在可以中心過性化 記者 綜合報導